主席 議會人員 有請主委 主委 主委 你好 您好 八八水災 雖然距離現在已經五年半 但是當時所發生的狀況 我們現在還是 對整個災情的造成會這麼嚴重 我們始終認為 我們的通訊的這個設備 真的是要改善 而且要加強 經過這一段時間之後 我相信我們NCC也是有 非常應該是非常重視 整個這個受災區 包括現在目前 比較容易造成 重大災情的地區 有關通訊方面的改善 不曉得 我們NCC這個部分 目前所重視的狀況 從頭到哪裡 分幾點跟委員做說明 第一個 委員剛才所追尋的 重災區 我們發現 確實像委員所說的 通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所以我們也在各區處 有推動高抗災的通訊平台 希望即使是不幸災情發生的時候 還有穩定的通訊的一個設備 第二個呢 就是在很多偏鄉 還有原鄉呢 需要第一時間的資訊 那這一點呢 是要平常最基本的通訊建設要到 那這兩方面呢 我們都在極力的努力當中 你在你們的業務報告裡面 也提到有關這個防災災區的這個 簡訊系統 你們有這個系統嗎 而且你們也跟這個 內政部的消防署 是 都有這個訊息的服務平台 對 因為我知道 這個消防署 每一年都會演練 在各地去演練 整個防災的這個演習 我們NCC這個地方 有沒有參與 有沒有參與 都有參與 我今年呢 也到了那個消防署的那個訓練中心去去參觀了解 你們有參與 那你們的看法 現在應該是沒有問題嗎 我們希望不要發生任何問題 但是我們在報告裡面所提到那個 災防告警系統 確實還需要政府部門在資訊平台的整件上面 要能夠拉齊 不然的話 訊息不會這麼容易送到每一支手機上面 按照目前的狀況 當然演練歸演練 你們的設施 在演練的過程當中 應該也會發現 到底哪一個地方還要加強 但是我個人認為 單單我們這個收訊的 受訊的這種情況 在這個原住民地區 偏遠地區 它收訊的這種情況 相當相當的差 不曉得我們NCC這個地方 有沒有什麼改善的計劃 跟我們報告 大概有很多個方面 第一個呢 大概最基本的 就是電信普及服務呢 我們向來 建設跟服務的重點 是在原鄉 因為它是一般來說 通信的服務最不容易到達的地區 那這一點是由普及基金的制度呢 讓這個最有能力的業者 提供服務到原鄉跟偏鄉 然後所有的同業來分攤這個虧損 那另外呢 就是政府也投入經費的呢 比較多是在救防災資訊 以及數位機會中心的建制 那這一點呢 我們作為政府的議員呢 我們都會參與這些計劃 我剛才一再強調說 通訊的這個設施 這是一個防災的一個重點 實際上我們到 可能主委有沒有到過原住民地區 去走一走 有 走的結果 你的行動電話 就拿行動電話來講 收視情形如何 跟我們報告 要是各地的地形特色來分別 像我今年初是到司馬庫斯 那麼那邊有 目前的通信 都要靠星光部落的微波去送信號進去 那光纖呢 比較難升過那個溪谷拉過去 所以它需要用微波的方式來進去 總歸一句話 那個沒有辦法收到信號 或是死角相當的多 對 最近我在鄉裏面也辦了這個 鄉裏面的建設座談 他們也一再提起 但是我們中華電信也有 我們也有請中華電信的人員來出席 就當地的這些人員 他們對我們這樣的問題的狀況 回答就說 因為樹木太高了 或是地形的問題 更讓我們覺得 比較沒有辦法接受的就是 以人口多寡 來做一個設定基地台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考量 其實人數多的一個地方 當然是重要 但是整個一條路線 要通完到這個地區的那個是 這個形的方面的安全 我想這也是非常重要 這個整個道路受不到這個信號 將來發生狀況 發生狀況 你沒有那個通信不好 會加重這個災情的發生 有些提供原鄉的通信服務部分 可能要請委員多多協助 多多指導 因為確實像委員所說的 沒有兩個地點的 技術解決方案是一樣的 我們一定要提供 在地最適合的通訊模式 我現在再請教一下 像我們這個光纖的部件 是 現在光纖的部件 因為光纖這個線路 是速度會比較快 品質會比較穩定 現在在這個偏遠地區 在原住民地區 部件的情形如何 具體的情形呢 因為委員問的 如果是全境的話 我沒有完整的資料 確實有些地點 光纖不容易拉得到 所以在都市裡面 在平地應該是大部分都完成了吧 應該是都做得非常好 如果以行政區化別來說的話 普及率很高 可是即使在都會區 也有很多點是光纖沒有到的 具體的門牌號碼 可能不一定有光纖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也特別建議我們NCC 是 難過重視 在這個原鄉地區 我想叫 我就不必再問這個 這個 部件的不齊率 到底有多高 我相信這個是相當低的 相當低 我們也不用再談到什麼 三機四機 四機 在原住民地區 一般的行動電話 這個收訊都非常渣 所以我想 有關看到我所提到的問題 為繁繁這些災情 而且讓這個你們 一再強調和要保障 國民的通信的權益 而且促進電信的普及服務 我想這些 比較偏遠地區 這個應該是要特別的加強 是 另外 這個無線電視 世衛化 世衛化 原明台這個頻道的取得 我們已經談很久了 這個難道一點 解決的方法都沒有嗎 這是無解嗎 跟文豪 共心共敵計畫 我的理解是續辦 行政院已經 同意了 而且各部會之間 已經協商好 未來幾年 持續委託 衛星上下鏈的整個架構 都已經完成了 這需要多久 都已經談好了 其實去年的救急方案完成了 然後以後立行的委外招標部分 都已經安排了 都已經安排好了 是 這應該是就沒有問題了 是 所以應該 因為過去 因為過去 始終認為 原明台是 因為是受到公管 公管集團的問題 管電法的問題 所以 沒有辦法 取得這個頻道 讓我們這些 喜歡看 原住民電視台的 在這個無線電視數位 畫之後 我們都看不到 假如說 這個已經是解決的話 我想 對我們 原先地區 是一個好的一個消息 是 跟我們報告 如果是共新共諜計畫的話 是確定包含在裡頭 如果是指這個 透過這個 無線電波頻率去發送的話 我們還要具體了解 那個目前執行的情況 所以 我剛才也在強調 希望這個 不要 上市了一些 某些部分 這些 國民的 這個 通訊的權益的問題 應該要 處理要重視的 應該要重視 是 一定的 尤其是這個 我剛才 特別提到的 我是非常擔憂 當然 我們是非常 不希望在 發生像 五年半以前的 這麼大的 這種災情 這種災情 什麼時候發生 我們是不知道 但是整個 預防的這個 過程 繼續加強 我們這樣的 通訊的設施 我想這個是 應該叫 持續不斷 確實 而且 我們的相關人員 不要受到 我們 現在目前原住民地區 大概 都是提出 這樣的權利 認為應該要 這樣的設施之後 我們的 這些 電信人員 包括我們的 政府單位 才會 去關心 我上次 在地方監視 座談 也跟我們 中華電信的人員 他們是非常辛苦 沒有錯 但是應該 他們要主動 主動 去關心這樣的問題 主動去巡視 去測試 什麼地方 真的是 幾乎都完全 一大片的 這個 這個地區 都沒有辦法 收到這個信號 我想 這是相當相當 危險的 所以我想提出這樣的建議 也希望我們主委 能夠督促 是 相關單位 能夠隨時注意 這些書信不好的 這個地區 的設施的 這個 加強 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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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的指導 謝謝 檢東民